原标题 在这之前,已经有人担任直立总督,但均为临时职务,并非常立。 在李维军以后,直立总督这一支位被固定下来,一直到清朝结束,因此李维军变成了清朝历史上第一位直立总督,李维军是浙江嘉兴人,以696年以共生的身份认知江西都江浅之写,步入官场。 此后李维军历任之中,刑部员外郎,将难道监察御史,直立首的等职,李维军没有考重进士,当官之路不属于正途。 如果他又没有什么家庭背景,在朝廷里没有过硬的关系,那么能够做到直立首到一类的职务,就已经很不错了,再往上升迁几乎不可能,除非他攀上靠山。 别说,李维军还真找到了一个靠山,这个人就是在康熙雍正两朝,同级一时的年庚瑶大将军,李维军与年庚瑶八竿子打不着,他们怎么拉闪关系的呢? 原来,李维军很宠爱,一个士气,他妻子死后便将这个士气扶正,当了田房夫人。 这个士气早年拜了一个干爹,叫魏之耀,魏之耀是年庚瑶府中的管家,年庚瑶狠信任魏之耀,将其视为心腹,放心地将自己搜刮的金银财宝交给他打理。 李维军是一个聪明人,他知道士气与魏之耀的关系后,借助这层关系打入年庚瑶的小圈子,进入年庚瑶的视线。 这样一来,李维军的升迁之路就显得顺畅多了,当时,李维军的顶头上司叫赵之源,赵之源的来头不小,他是康熙朝名将赵梁栋的孙子,梁广总督,并不尚书赵洪灿的儿子,前任职,力寻处赵洪谢的侄子。 可以说浑身都是主角光环,可是赵之源遇见了年庚瑶,立即就从主角变成了配角。 年庚瑶为了扶持李维军上位,利用雍正皇帝对他的信任,两次弹劾赵之源,说他庸裂顽固,贪婪成性,不适合做直立寻抚。 那么谁才适合做直立寻抚呢? 年庚瑶推荐了李维军,于是,雍正皇帝刚刚即位那年1723年,李维军就取代了赵之源,成为了直立寻抚,昂首踏进封江大力之列。 当然,李维军并非一个雍管,而是一名能臣,他走马上任直立寻抚后,大赶拳脚,干了不少时事,提出了许多契合实际的想法,与雍正皇帝不谋而合。 其中,李维军所办理的贪丁入母,作为一项重大的负义制度改革,影响了清朝一百多年,什么叫贪丁入母呢? 简单地说,就是此前清朝向老百姓征税,是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,属于人头税。 这就意味着,许多没有田地的贫困老百姓,也要承受沉重的税负,而那些坐拥成片良田沃土的大地主,却因为家中人丁不多,税负比较轻松。 长久以来,没有田地的贫困老百姓,对此意见很大。 同时,朝廷在征税时,也因为人口流动很大,变数很多,存在许多困难,贪丁入母则是改变了以往的做法,把朝廷所征收的各类杂负丁税引毒攀入田母,统一征收,征收的对象从人口变成的田地。 此举极大的减轻了无田老百姓的负担,又减小了朝廷征收成本,毕竟,人口可以流动,田地却是永远固定、稳定。 李维军提出贪丁入母建议后,得到了雍正皇帝的重视。 1724年,雍正皇帝批准在直立地区施行,1933年,贪丁入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推广, 对于李维军的办事能力,雍正皇帝看在眼里,记在心头。 1724年,雍正皇帝将李维军任命为直立总督,如果说李维军认知直立、巡抚,是年耕尧的举荐之功,那么他认知直立总督,就是自己的努力换来的。 1824年,雍正皇帝就告诫李维军,不要与年耕尧走得太近。 朕今少仪耕尧,明是清朕义,清之导了,当远些,不必另绝,渐渐远些好。 1725年3月,雍正皇帝以年耕尧在奏折的一处笔物,发起了对他的讨伐。 李维军未自保,立即上了三道奏折,揭发年耕尧的斑斑猎记, 说他嫌威尸而作威服,招权纳会,谈一党同,冒烂军功,侵吻国堂,杀戮无辜,残害良民,以及富恩孤恶,引而弥彰。 但是,一切都已经太迟。 当年八月,雍正皇帝降与,直立总督李维军居今显决,竟敢扬顺音,为,如宝定城中先有年耕尧之家产,藏有之财物,比不曾参奏,待朕将指令查,上举着故作犹豫之状,西图哀言,比得隐匿。 随后,李维军被革职抄家,以年之逆党私人等罪名,被判处斩监侯,妻子入内务府慰奴,不久,惶恐不安的李维军病死于狱中,落得着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,参考资料,青史稿,青史论从,贪丁若母的前因后果等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字幕志愿者 李维军